你想要创业吗?台中今天举办了一场创业创新应用招商展售会 有人把汽车改造成买东西的小巴士 还有人靠着一具涡轮增压器就晋升成为千万富翁 来来来,香香气息的霓虹灯下卖的是关东煮 隔子里玉米供完鱼板一印俱全 仔细看这摊子原来是汽车改造的 老板走到哪,卖到哪 一样把店开着爬爬造的还有这摊 车子也规划出空间,放了当红的潮梯帽子 小摊子是名副其实的流动摊贩 而把这一台台车子改装的大工程是他 一个念头啦,那自己本来是对这种车子非常有兴趣 那后来发现这种车子原来还可以做生意 那经过一次之前一波进入海啸之后 做生意的人突然变多了 他叫公修贤,38岁,改车的资历短短4年 当初就是一个发想,没想到有大大的商机 另外还有这个案例 我们去设计整个的涡轮增压器 还有整个的环路 对这引擎开开而谈 吴家从发明的这颗涡轮增压器 用回收废器也可以再利用增进跑车动力 让它成功晋升千万富翁 镜头再拉到这摊 奶茶加上粉源激荡出不同口感 一杯珍珠奶茶一样闻名狭儿 不管是吃的喝的玩的用的 只要早对商品特色就能借力使力 为了让创业和创意结合 政府也祭出好康 把学校育成中心和中小企业做结合 并提供资金给有创意者 你也想创业吗 或许没这样难 记者陈陈世杰 排除莫道